有这样一种食材 它有着Q弹的口感 晶莹的外观 丰富的胶原蛋白 煎炸炖炒 亮亮适合 它就是猪皮 猪皮是大众餐桌上的美食 但你知道它还能做眼角膜吗 今天亮祖辉正经科研栏目第二期 带你看看这个猪皮做的眼角膜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项前不久发表在Nature紫刊上的研究 严格来说 这个猪皮胭胶膜是一种用猪皮中的胶原蛋白 加工而成的植入式水瓶胶 它长这样 有点像一线眼镜 研究团队采购了从猪皮中提取的 医用级胶原蛋白 加工成胶原蛋白溶液 然后高度全化 这样一来 胶原蛋白含量就可以提高到12%到18% 这个水平接近人类胶膜 但之后还得解决一个问题 人类的胶膜具备一定的强度 而纯胶原蛋白是一种容易降级的软材料 现在只是徒有其神 而无其形 而针对这个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 通过化学和光化学双重胶原 让松散的胶原蛋白之间 产生更牢固的结合 硬起来了 这样从猪皮中提取的胶原蛋白 就变成了一种有弹性且透明的材料 也就是最后的猪皮眼角膜 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那么这个猪皮眼角膜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 有20名需要进行角膜医治的视障患者 接受了临床试验 其中14名在之前处于失明状态 而在试验之后 围棋两年的水访中 他们的视力都得到了改善 没有不良反应 甚至其中还有三个人的视力达到了1.0 可以说相当令人惊喜了 效果这么好 那当初科学家们是怎么想到用猪皮来做研究模的呢 答案是猪皮富含胶原蛋白 而人体角膜的主要成分除了水 就是胶原蛋白 除此之外呢 猪皮这种东西又便宜大碗 价格感染 而且它还容易获取 原谅供应上有保证 更重要的是 用猪皮来做研究模身上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就是正常的人类角膜表面上有一层上皮细胞 所以被捐献的角膜不能保存太久 必须尽快移植 但这个猪皮角膜 因为是纯纯的胶原蛋白 所以它的保质期可以达到两年之久 要知道啊 目前全球大约有1270万人在等待角膜移植 但僧多周少 平均每70位患者当中 才会有一位患者得到移植机会 一旦错过 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再能得到机会了 而如果这种保质期更长的猪皮角膜 能最能投入使用 那肯定会大大缓解供体角膜的严重短缺 拯救大批市场患者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如大声喊一句 猪你是我们的眼 话说回来 除了猪皮眼角膜之外 猪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为人类所用 医疗价值相当之高 比如 还是猪皮 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体皮肤移植 帮助烧伤后的窗面恢复 另外 在2016年 冲山大学曾经给一位14岁的少年 医植过猪的眼角膜 不是猪皮做的眼角膜 而是猪自己的眼角膜 这项手术花费了2万元左右 而最后它取得了成功 再比如就在今年年初 美国的医生成功地将一只 经过基因改造的猪的心脏 移植到了一位57岁男子的体内 虽然最后这位勇敢的患者 还是不经理事的 不过这次成果 还是让我们在一种器官移植领域 往前迈了一大步 既能当我们的眼 还能当我们的心 不得不说 猪身上真的全身都是吧 对这些为了我们人类幸福 而高尚牺牲的猪 我们似乎应该表达我们的敬意 Respite OK这就是本期正经科研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些收获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留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